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SN娱乐官方声明 将会对最近网络上流传的有关男团来一起的谣言 采取强力的法律措施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SN娱乐这么愤怒呢? 事情是从论坛上的一张照片开始的 最近在一个论坛 一位网友上传了来自成员Anton 和一名女性在美国握手的照片 这张照片马上就在所有饭圈论坛疯传 很多人猜测这名女性就是Anton的女朋友 结果就有些不理性的人 去人肉搜索这位女性的个人资料 并以Anton的女朋友的标题案照片再度上传到网上 结果这名女性在自己的IG发文 她与Anton从小就是朋友 没有什么约会,请不要制造谣言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 但之后有海外粉丝又指出 另一名女性为Anton的女朋友 继续引发了各种猜测 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 很多不理性的粉丝和假装自己是粉丝 实际上是想要带风向的黑粉 他们就好像是柯南附身一样 进行所谓的分析和推测 创造出各种他们自以为很合乎逻辑的推理 去反驳甚至辱骂想要澄清真相的路人们 我不要,我没有错,不要否定我的存在 SN娱乐的一位相关人士 对于最初的那个照片贴文表示 公司已经进行了确认 因为不是事实 所以觉得没有必要解释 艺人觉得非常冤枉 之所以没有立即回应 是因为当时以为事情已经平息了 但最终因为谣言不断生长 演变出更多谣言 来自团体本身也遭受到了很多严重的批评 SN娱乐不得不做出解释 公司担心如果不采取强硬态度 大家可能误以为他们在隐藏事实 因此SN在时长后下午宣布 将对散布关于来自成员虚假事实的行为 采取坚决态度 不禁于任何宽容 昨天来自演团在直播中表示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许多不是事实的谣言 让我感到很难过 我对于粉丝们可能无意间感受到的情绪 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也希望能尽快真诚的表达我的心意 给那些感到困惑和伤心的粉丝们 另一位最近也被谣言攻击的成员 恩测在直播中表示 我最想先说的是 希望粉丝们能相信 我没有做任何让你们担心的事情 同时我也想对那些担心我的粉丝们 表示感谢和歉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吧 真是丢脸丢死了 他们也一定觉得非以所思 就因为牵了个手就纷纷涌来 甚至翻出几年前的现实动态 把人家的照片全挖出来 童年朋友扯进来疯了 那些傻逼 因为自己没有异性朋友 就以为别人也不可能 既然说朋友之间怎么会牵舍 我真替他们感到尴尬 这简直是国持 展现了国家水平的案例 从跟踪到评价长相 对普通人做了各种事情 但这些行为不是有粉丝做的 而是讨厌Anton的人在那样做 粉丝们其实早就知道那些照片了 那些傻子们认为 手牵手就是交往了 你们只会做跟踪狂的事 不会去看一下海外的电视剧吗 就像是《仇先时代》一样 在海外这种肢体接触很常见 这取决于个人 他们应该就是 看到家人们之间的肢体接触 也会质疑 为什么要那样的傻子们吧 粉丝的爱护和支持 能让艺人在艰难的娱乐圈生活中 保持笑容 相反的 通过他们的活跃表现 身为粉丝的我们 也能获得正能量与艺人共同成长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每个人的言行都能迅速放大 并产生影响 因此对于艺人来说 保持心理健康和积极的形象 变得更为重要 同时 粉丝也需要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到艺人 还会反映出整个粉丝群体的形象 当然 追星本身是一种喜悦和激励的行为 但当热情过度转变为偏执或极端时 就可能会对艺人的私生活 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作为理性的粉丝 我们应该要在欣赏和支持艺人的同时 也要学会尊重他们的个人界限和选择 千万不要让追星过程 成为自己人生的黑历史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aventeen 刀琴舞的最新近况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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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冰尾 教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